那么台风过境的时候 其实全台各地都有零星的灾情 以台中来说是有很多的路数倒塌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清理完毕 台中市环保局 现在就以每一个里的里为单位 推动一个叫做有里征好的环保行动 主要是透过零里宣传 让家家户户都能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 以礼为单位 推广垃圾减量 每一位社区志工都是宣导大使 要让家家户户都知道 垃圾分为九大类 要由小而大 那官要根深蒂固 这样的话才会效果会更好 本来每天都要把自己做去 除了资源回收之外 落叶堆肥也相当重要 尤其这次苏迪勒台风 造成许多树木倒塌 如果大家都能动手帮忙 垃圾量就能减少很多 这一次的台风天带来这么多的树叶树枝 那真的量非常大 那我们也希望化整为零 也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做落叶堆肥 社区志工队当中 也有长期在慈济环保站资源回收的环保志工 垃圾分类已经是生活中的习惯 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到环保站 今天就抽空来这边 在设计就是有看到什么回收就回收 不管在哪里当志工目标都一样 就是希望垃圾减亮爱护地球 大爱新闻李亚平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地区 我们本身的叶子 我们本身的叶子 我们本身一叶子 我们本身的叶子